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点12分30秒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那么杜苏瑞台风 杜苏瑞台风呢 现在是在澎湖的西南方的位置 大概距离澎湖呢 西南方大概是80公里的海面上 目前呢 它的这个暴风圈的范围呢 仍旧是涵盖着台湾的中南部 几乎是都涵盖在 它的暴风圈范围之内 但是因为呢 台风是一个逆时针的一个转向 所以呢 从风向来看的话呢 那么在到了中南部的时候呢 它的主要风向是西南风为主 所以呢 对于台南啦 嘉义啦 台南啦 高雄啊 还有屏东 今天呢 雨势是会特别的大 那事实上包括了 台东线 屏东线山区 中央气象局提醒 可能会出现有局部的大豪雨 或者是超大豪雨 那花联台东当然还会持续的降雨 另外呢 高雄市的山区会有局部的豪雨 或者是大豪雨 那今天呢 中部地区的雨势也会比较大 台中市南投县 另外呢 屏东县地区也要注意呢 局部的大雨 或者是豪雨啊 好 所以呢 整体来说 其实从台中以南 都要小心注意 尤其是接近山区的地方 那么整个的雨势呢 才会是这一次呢 这今天呢 要关注的重点 那至于北部地区呢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平稳一些 各地当然今天都是有雨的 但降雨的几率 其实也都凸显出来 它的强度呢 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北部地区呢 多云短暂 正雨降雨几率30% 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 东部地区 以及澎湖地区 降雨几率呢 都超过了80% 目前如果去看 雷达回坡图的话呢 就会很明显的看到 整个的从台中 彰化以南 还有包括了花莲 台东都笼罩在 这个暴风圈的范围之内 那当然北部地区呢 它就会有一阵 一阵一阵的雨 那么进来 所以呢 过去这一段期间 台东 还有高雄 屏东的山区 累积的雨量 是相当大的 今天呢 估计呢 包括了中南部地区 尤其是台南 高雄 屏东的山区呢 更要注意 所以我们看到呢 原本呢 说今天要正常 上班上课的 这个高雄 以及台南 在今天凌晨 都紧急宣布 今天全天 停止上班上课 好那至于在 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 27到33度 中部地区是27到32度 南部地区25到31度 东部地区25到32度 澎湖地区是26到32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目前是30度 台中台南高雄以及澎湖 目前是26度 宜兰29度 花莲25度 台东27度 从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出来 除了台北跟宜兰之外呢 其他地方 其实现在应该都是在下雨的 所以呢 那么这个温度相对比较低一点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是跌多涨少的 而且呢 四大指数 昨天都是开高 但是呢 道琼纳斯达克跟标普呢 都开高走低 最后呢翻黑 道琼公益指数呢 最后下跌了237点 收盘指数呢 是35282点 跌幅0.67% 纳斯达克下跌了77.18点 收盘指数是14050点 跌幅0.55% 标普百指数下跌了29点 收盘指数是4537.43点 跌幅0.64% 费成半导体 则是仍旧维持在平盘之上 上涨了68点 收盘指数是3768.27点 涨幅1.86% 以七大科技公司来看的话呢 苹果是跌了0.66% 微软也跌了2.09% Google还有亚马逊小涨 不到0.1个百分点 那么NVIDIA也上涨了 0.99% 那么Meta更是大涨了4.4% 但也跟昨天呢 它在盘后公布财报之后呢 它的盘后的这一个股价呢 大涨8% 涨幅明显有收敛 那特斯拉则是大跌了 3.27% 好那么至于在这个台股相关的 ADR当中呢 台积电ADR昨天呢 也是开高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虽然只有小跌 也百分之0.06% 不过昨天呢 一度开高的时候呢 那么涨幅最高呢 其实涨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好那这也值得关注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其实休息了两天之后呢 又出现了上涨的格局 而且呢 这使得西德州原油 也占上了一桶80美元 那么纽约西德州原油呢 上涨了1.31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0.09美元 涨幅百分之1.66 这使得西德州原油呢 已经创下了4月18号以来的新高 过去这一个月 涨了百分之17.9 北海布兰特原油呢 也上涨了1.32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4.24美元 涨幅百分之1.59 也是同样创下4月18号 以来的新高 那么同时也看到它 过去一个月呢 涨了百分之14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农粮价格 自家哥黄豆期货 下跌了百分之1.55 自家哥小麦期货 下跌了百分之0.94 自家哥玉米期货 下跌了百分之1.39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贵金属的部分 昨天呢 因为美国公布的第二季经济表现 比预期要来的好很多 那么同时也因为 现在连准会是要看数据来决定 它的未来的货币政策 所以市场开始担心说 那是不是意味着 7月可能不是最后一次的升息 可能9月或者11月 还要再升息 所以我们看到美元呢 强坛升高 而这个黄金 好快有 这白银呢 就下跌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24.40美元 每二次报价是 1945.70美元 跌幅1.24% 也创下7月11号以来的低点 另外呢 白银的期货跌了百分之2.41% 铜的期货跌了百分之0.68% 白银的期货也跌了百分之1.54%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呢 一口气上涨了0.91个百分点 昨天欧洲央行也是宣布升息一码 跟美国其实是同步的 那么但是呢 跟预期有点不一样 预期本来认为 连欧洲央行会很明确的说 会连续升息 但是呢 没想到欧洲央行的说法也是说 我们要看数据 那因为欧洲最近的经济数据 很不妙 所以呢 他的这一个说法呢 就使得他未来 可能升息的几率大幅度的降低 这使得美元指数呢 上涨了0.91个百分点 来到101.81 来到7月11号以来的新高 所以这个黄金来到 7月11号以来的新低 而美元指数来到 7月11号以来的新高 他对欧元对英镑都是升值的 但是呢 日本 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到 日本今天要举行 利率决策会议 一般本来认为 他不会有任何的变动 但是没想到呢 昨天日经新闻报道 那么日本央行有可能会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呢 那么就修改他的这个殖利率曲线控制政策 那么这个殖利率曲线 其实你可以把它视为一种量化宽松的一个政策 目前呢 他的殖利率曲线10年期公债殖利率是0.5% 所以如果那个殖利率呢 飙高到0.5以上的时候呢 他就必须要这个这个 购买日本的公债 然后把那个殖利率曲线呢 压低在0.5以下 但是如果他放宽 比如说他如果提高到0.75的话 那他买的债券就会变少 也就是说他的宽松呢 就会趋近于这个宽松偏中性 那这个消息呢 就带动了日元在昨天呢 纽约会市当中呢 对美元升值了百分之0.577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观察的 今天呢 日本央行的动作也是很值得关注的 欧洲的部分啊 则是全数反映了 这个美国呢 可能是最后一次升息啦 等等的这些预期 所以欧洲呢 都是上涨的 然后其实他也反映到美股的开高 可是呢 随后呢翻黑 英国金融时报百分之五价指数呢 是上涨了15点 涨幅0.21%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上涨了150点 收盘指数是7465点 涨幅2.05% 德国法兰克服指数 上涨了274点 收盘指数是16408点 涨幅1.7% 而且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当昨天我们知道说 美国联准会呢 最后的决定是 升息一马之后呢 然后认为呢 通膨还没有真正的解决 所以他们必须要观察数据 才能够决定下一步 是否会再升息 那么但是呢 今年之内呢 是不降息的 而且呢 对于未来的经济展望 表现出审慎的乐观 要比六月份的声明 要来的更加的乐观 好 那接着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说 那么美国昨天的经济数据 包括了美国的 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激增年率2.4% 主要是就会市场强劲 所以呢 消费支出呢 受到了支撑 就使得呢 美国经济成长率 优于预期 更加的淡化了 会衰步入衰退的隐忧 而昨天呢 公布的第二季的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呢 这个Q1 Q2呢 它的年率 是3.7% 也比第一季的 4.9% 要来的缓和 所以通膨也缓和了 然后经济成长 也优于预期了 这是美国经济上面 非常重要的金发女孩 就不太冷 也不太热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好 那么另外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耐久财订单呢 它的出值呢 是4.7% 主要是因为呢 波音的大单 印度的大单呢 所以呢 使得它的耐久财订单狂飙 扣除掉波动比较大的 运输类的订单呢 出估值 它年增是0.6% 不过也比预期的 稍微的高了一点 另外呢 上周呢 初次清理事业 就经人数减少了7000人 来到22万1000人 创5个月来的新低 好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显现 很棒 然后这个其实呢 持续的维持着一个 这个维幅扩张的一个趋势 可以让市场更担心 联准会可能昨天 就不是最后一次升息 好 这个是这个美国股市呢 由红翻黑的主要原因 而欧洲央行昨天呢 也是宣布升息一码 存款利率来到3.75% 创下22年来的新高 跟联准会的22年新高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它同时也对于 未来是否持续升息 表达了看看经济数据再说吧 跟联准会的说法 一模模一样样 虽然欧洲央行 欧洲的通膨的问题 还是相对比较严重 但是呢 因为它衰退的压力变得更大 所以现在呢 认为欧洲央行可能不下 之后不会再升息的这个预期正在升高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油价呢 这个过去这一段期间 我们看到过去这一个月 西德州原油涨了17.9% 而白海布兰特原油涨了14% 那么西德州原油呢 已经占上了一桶80美元 白海布兰特原油呢 一桶也已经来到了83.86美元 那么都是 这个今年4月18号以来的新高 那么油价的上涨 会不会使得通膨呢 产生变数啊 还是要观察 另外昨天呢 Meta它公布的财报呢 不管是这个它上一季的表现 或者是对于第三季的财务预测 都比预期要来得好 所以呢 它在盘后的股价大涨 涨了8%以上 不过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它的股价呢 是上涨了4.4% 那另外呢 这一个在晶片厂 美国的晶片商麦琳呢 原本要收购台湾的晶片商 汇荣啊 它是在美国上市的 这个台资企业 就没有想到呢 它突然宣布取消 可是呢 可能这个市场认为 麦琳收购汇荣案 只是要重新谈 他们的谈判条件而已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呢 昨天公布了6月的工业利润 它的工业利润呢 跟去年同期相比 仍旧是下跌的 下年减8.3% 但是呢 已经比5月的年减12.6% 连续的这个跌幅缩载 然后同时1到6月呢 年减16.8% 也比1到5月的年减18%呢 18.8%呢 缩减了两个百分点 另外昨天呢 福斯宣布呢 要结盟小鹏汽车 那么他们显然是 要用小鹏汽车的技术 来换市场 而这个消息呢 激励了小鹏的 这个ADR的大涨 那么同时福斯呢 也投资小鹏 百分之5 百分之4.99%的股权 好 不过在入港股的部分呢 他激励了港股 但是入股的部分呢 似乎并没有激励到 那么上证中和指数 小跌了6点 收盘指数3216点 跌幅0.2% 深圳城市下跌了45点 收盘指数是 10923点 跌幅0.41% 香港恒生指数 上涨了283点 收盘指数是 19648点 涨幅1.46% 那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 上涨了79点 收盘指数是 17241点 涨幅0.46% ODC呢 则是上涨了2.23点 收盘指数是221.81点 涨幅1.02% 那么昨天呢 是受惠于在 这个台股交易的期间呢 美国的盘后呢 它的纳斯达克就已经上涨 那今天的挑战是呢 在今天 这个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的 美国股市呢 开高走低 最后呢 纳斯达克是下跌的 那当然费城半导体 还是维持在 这个上涨的一个格局 所以对台北股市的影响值观察 不过昨天外资呢 继续的买超 买超了104亿 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买超 反而是OTC 连续第11个交易日卖超 卖超了15.5亿 然后呢 整个累计的卖超是 195.5亿元 自营商呢 买超了8.1亿元 另外我们看到昨天呢 这个国发会呢 公布的景气灯号 连续第八个蓝灯 虽然说呢 股票的市场表现热络 那么使得这个景气灯号呢 加了一分 但是呢 仍旧是处于一个蓝灯的 这个低迷的情况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请订阅一下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